这个显卡你们是知道性能的 其实也不需要做详细的演示 它是一个土土的4K分辨率的高昂卡 配置如图主板我纠结了一下 是用A520还是B550 最终用的B550没有省钱 但是要告诉你们一下 几乎没有性能差异 100帧里面差一帧可能都不到 更多是为了防喷 换位你们就懂了 其实怎么说 就是你们自己根本买不到这个价格 我们也只挣了一丁点还要被喷 那是很不舒服的 接下来我就非常简单的跑一个分 过一遍就行了 因为是一个高端卡 所以加装了三个机箱风扇 顶部两个 背后一个都是排风的机箱散热 还可以前面板有网孔 还有两个空风扇位 可以加装你们自己决定机器接好以后 7800XT是一个非常强的显卡 3840的核心数 256位的显存的位宽 GD6的16G的显存 内存科幅是海力士的颗粒 演示的机器是用了16G 你们也可以升级到32G CPU你们太熟悉不过了 是6核12线存 32兆的3G缓存 硬盘是凯霞的SD10 P3E4.01T 对这个行业确实懂得人越来越少了 看一下有人说是杂牌 说我们做杂牌 过我的手根本就没有杂牌 你们说的什么7什么 啊什么光什么 那些才是杂牌或者伪名牌 内存49.9G每秒 延迟非常好 64.2纳秒 新版鲁达斯的跑分 总分164万 显卡74万 老版鲁达斯106万总分 显卡83万 三迷马克跑分主要看显卡 显卡的跑分是19552 看一下铸杖图 你们就懂了 约等于笔记本的4080 你们很熟悉的4070S高5.6 4070低7.6 4070TiS和7900XT分别高24%和26% 你们也很熟悉的笔记本的4060低41% 低很多 4070低35%也低很多 海士基的4060Ti低30% 7700XT低12% 这个显卡的性能卡位 你们应该就非常清楚了吧 工业软件测试 这个测试有8项 其中有5项是明显好于4070TiS的 比4070S是明显胜出海侠这个硬盘的跑分 再看一下AI绘图的时间 16G的显存 这是在A卡里面速度是很快的 12.3秒一张图 但肯定是赶不上N卡的速度 这个要说一下 简映剪辑视频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显卡占用满了 但是8秒完成 这个软件和CPU的关系非常小 同样的显卡用I7只快一秒钟 开始双烤机箱的三个风载还是起作用的 CPU77瓦 4.0G左右的全核频率66度 显卡2.2G的频率63度 这是一个800瓦的同排电源 插线板上只有398瓦 那完全够的 環境度23.2度 已经烤进了蛮久了 CPU最高75度 那没问题 显卡71度也没问题 开始跑游戏 2077的4K最高画质 观光追FSR平衡 CPU和显卡的温度都很好 66.1帧 想要更高的帧数 那就降点画质了 永结无限4K的最低画质 抗拒史和后期是最高 13040帧应该够晚 CS2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是1080P的最低画质 同时阴影最高 玩这个游戏 你们可以考虑 5700X3D的96M的3G换存 价格并没有贵很多 平均399帧 绝地求生4K的3极致的画质 渲染比例是100 帧数很好 注意这是4K分辨率 所以说7800XT是一个妥妥的4K卡 坦克世界的4K最高画质 这个帧数完全够了 而且画质非常好 好多游戏我就不跑了 比如像APX英雄 肯定是顶着上线去跑的 什么叫做高手 70多年的老玩家 打了一千多伤害 点亮五百多 战则雷亭 4K的电影机画质 就最高的画质 最后再看一下对配置毫无要求的英雄联盟 这是4K的最高画质 其实哪犯得着这么高伸数 我换了7800X3D上去以后再跑一遍CS2 确实明显有提高 446帧了 那么大缓程对这里网游还是会有明显的提高 再把两个鲁大师跑一下 这是老版本106万总分 这是新版本170万的总分 说明一下 CPU是8核16线程 纯大核的CPU主要是缓存巨大 3G缓存96兆 对于网游会有很大提高 对于3A大作是没什么提高的 5600加上7800XT 算是4K分辨率的游戏 最有性价比的方案 你如果2K的分辨率的话 7800XT太浪费了 不要多花这个钱 随便一个6750GIE就很好了 想放一点余量 OK 那就7700XT 也可以摸到4K的边了 我从业二十多年 也作为一个老玩家 可以告诉你们 DIY是没有纸巾 没有上线 没有一步到位移说的 你们严格控制自己的预算 适当放一点点余量就OK了 所以我刚刚说 5600这个配置是最有性价比的 如果你预算OK 想放一点余量 总觉得性能焦虑 那就5700X3D 多两个物理核心 就8核16线程了 同时缓存加大很多很多 就这样 拜拜